这个视频是给每一个需要坐高铁出门的朋友准备的 我把能想到的细节全都塞进这个视频里了 为了内容更全面一些 我甚至把商务座、一等座和二等座的票都买了一轮 平时咱不舍得买好座位啊 为了给观众测试各种细节 咱今天是咬牙剁脚豁出去了 就问你们良心不良心 冲我这么良心各位一定点个关注啊 我们先从前期订票讲起 买票的地方很多 一般都是从12306官方APP订票 我个人用的是携程APP 能用的平台差不多 选哪个都问题不大 我一般是提前一周左右买票 临近了当然也能买 但是买不到好的时间段 到时候还得起大早 买票的时候要注意 一定要看好日期 最容易犯的错误是 买的票比实际出发的日期短了一周 你明明记着这礼拜四出发 但是操作的时候手一哆嗦 给买到下礼拜四去了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 一定要多加注意 线上订票之后 可以上车站那边 从线下的订票机取票 就选择取报销凭证 然后刷身份证就能取票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线下买票 就选择它主页的购票功能就好 我个人更愿意用机器操作 如果不会用机器操作 就找个工作人员问一问 售票处在哪 人工买票也能搞定 买票的时候需要乘客的真实姓名 身份证号以及联系电话等等信息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不用我多说 如果行程有变 记得及时改签或者退票 一般车票都允许免费改签一次 第二次就不让改了 如果是退票的话 越早退票手续费越低 越晚退票手续费越高 一定就早不就晚 这个手续还是网上办最方便 你从哪个APP上买的票 就从哪个APP上退改签 买票的时候要选座 可选的座位是三种 分为商务座 一等座和二等座 二等座一般是一排五座 CD靠走廊 AF靠窗户 B座是三不靠 一等座是一排四座 AC在左边 DF在右边 CD靠走廊 AF靠窗户 座位大一点 商务座有时候是大堂仪 有时候是皮沙发 编号理论上也是ACF 但是每个座都是又靠窗户 又靠走廊 空间很大 说完订票说安检 我们需要自带身份证和手机 到车站安检 我建议啊 至少提前一小时到达车站 因为安检 找车 喝水 吃东西 上厕所 样样都花时间 高铁安检的标准很宽松 比飞机宽松的多 行李线重20千克 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轻易超重 烟和打火机可以带 但是后车大厅和火车内不许抽烟 这是铁的纪律 那哪能抽烟呢 一会儿我会说的 安检口附近一般都得刷一次票 这个时候拿身份证刷就行 纸质票的作用在于 查看自己的检票口在哪很方便 起码不用掏手机了 上车后偶尔会有插票 有这个也免得掏手机了 以及回单位报销的时候 一般都得用上这么张纸 安检之后就是后车了 先好好看看每个检票口的电子指示牌 确定自己的检票口在哪 就知道该去哪等车了 这个时候有其他事抓紧办 高铁站有热水机 有时候有纸杯 有时候没有 以防万一还是自己带一个 一般来说 高铁站都有小超市 可以买吃的买喝的 可以在这的特产店里 买点手信送人 这里的东西价格 一般都比外边贵一点 连锁快餐店的价格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看情况 先吃饱喝足再说 吃喝完了之后 尽量在高铁站提前上厕所 相信我 高铁上的厕所你不会喜欢去的 一会上的车你就知道了 这时候如果手机没电了 可以等上车再充电 也可以租用充电宝 都挺方便的 发车之前呢 我们得找个地方坐着 如果你自己的检票口附近没位置了 可以往远处坐坐 发车前20分钟 再慢慢挪过去不迟 一般来说 都是发车前15分钟检票 我一般不爱拍大队 都等人走差不多了再过去 如果说你同行的有老人孩子 记得走宽阔的人工通道 这边可以提前进站 进站之后 乘坐电梯到上车的位置 然后抬头看 会有一个电子指示屏幕 上面写着几号到几号车厢在前边 几号到几号车厢在后边 然后你根据自己的车厢 决定往前走还是往后走 然后看车身上 都有每节车厢的编号 找到自己的车厢 直接进去就好 我并不建议看地上的彩色牌子 那本来车厢跟那个牌子 就不一定对的很正 而且牌子还有好几个颜色 经验不足的乘客 那真的是越看越迷糊 不如你就听我的 就直接看车厢上的数字 这比什么都保险 车上和车站里不能抽烟 但这个站台是可以抽烟的 但是要争分多秒 快点抽完赶紧上车 或者下车之后再抽 也可以 上车之后找自己的座位 一等座二等座 直接就把大件行李 放头顶架子上 商务座地方大 直接放脚底下 也不拥挤 如果座位被别人占了 记得第一时间找乘务员处理 有一次就有两个老BK占了我的座位 我找了乘务员 然后乘务员刚一进来 那俩人就吓跑了 如果不走也没关系 就跟他们具体力争 拍视频全平台分发 让鬼畜区和全国人民认识认识他们 也算是做正能量的贡献了 乘车的时候 如果闲晒 记得拉下窗帘 我这次是从天津南下到浙江 南下的时候 左边A座是东边 上午太阳在东 需要拉下窗帘防晒 不过不用拉太久 过一会儿太阳升高了 就没事了 下午太阳就去晒DF那边了 咱们可以趁机保揽窗外的风景 然后咱们说说座位的设施 一等座的小桌板藏在扶手里 调整座椅的位置在扶手附近 前方脚底下有脚踏板 可以踏上歇歇脚 手机充电的话 从前座下边找电门 俩人共用一个 座椅附近还有个操作台 有个AV键 旁边还有耳机插孔 调节菜单 没看明白这个是干啥的 如果是商务座 调整座椅的话 可以直接从三个自动档位里 选一个躺起来最舒服的档位 因为可以整个人躺平 所以商务座也就不需要脚踏板了 如果说感觉脚累了 还可以从这边拿拖鞋换上 商务座有窗台 可以放高铁发的零食和水 它的小桌板在这个位置 另一边还有个小屏幕 费了好大劲才掰出来 也不知道能用来看点什么 电源插座的位置不是很好找 它在下方的位置 每个乘客独享一个插座 商务座最贵 坐起来最舒服 但它并不是完美的 我坐了长途高铁才发现 高铁司机原来一两个小时就换一班 而且换班的时候得从这个屋子经过 每一两个小时就听那门 嘶嘶嘶出声音 对睡觉清的朋友来说 可能会造成打扰 所以大家还是综合考虑 再购买不迟 然后是二等座 二等座的小桌板 在前座的后背上 调整座椅在扶手上 没有脚踏板 充电的电门在脚底下 这地方不怎么好够 两三个人共用一个 展示完了三种座位的常见设施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公用设施 车厢里边有饮水机 提供热水 然后高铁的卫生间很狭窄 还会随着车厢晃来晃去 那体验绝不如车站的卫生间 里边有马桶和洗手的地方 再次强调 高铁车上不许抽烟 厕所也不允许 说完这些 我们再来说吃喝 有人点过高铁的盒饭吗 一份好几时挺贵的 反正我是不舍得点 高铁上还有餐车 我是懒得不远万里找餐车 所以我就没拍餐车 自己带点面包卤蛋 吃起来便宜方便 是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是一等座 会赠送矿泉水和一小包零食 给个四五种 如果是商务座 会赠送矿泉水和一大包零食 给个七八种 吃这些东西也能填个半饱 可以等下车之后再大吃大喝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高铁可以点外卖了 很多人还不知道 我来说一下流程 咱们用铁路12306APP 点击主页的餐饮特产 然后输入你的车次和出发日期 点击开始订餐 签订你的上车和下车站点 点开始订餐 然后就可以决定 你要哪座城市的外卖 就点哪座城市的外卖 点外卖的操作大家都会 这个不用我教了吧 其余的就没什么了 坐车的时候 注意关注到站情况 千万别睡过头了 到站之前 记得把行李箱准备好 到时候好下车 下车时没什么细节可假了 跟着大队刷身份证出站 然后坐地铁还是打车 按需决定 以上就是我所提供的 一份细节拉满的高铁乘坐攻略 各位可以一键三连 关注收藏 隔三差五拿车来复习 使用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